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哇 现在啊 是这个布朗拿马大马 哇现在现在出来呢 去旅游呢 旅游大马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时间 所以今天这次在戒约旅行的第一站 我就和家人来到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地标 就是非常靠近我们大马国际机场的阿瓦尼斯班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课题 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阿瓦尼斯班的一些景色 那么今天我们会聊一个课题呢 也是特别特别特别精彩的 因为那个昨天有媒体就刊登 他讲说这个新加坡呢 在那边宋餐啊 那个宋Grad啊 那个Penta啊 宋餐员呢 他的收入是8000新币 然后我们大马媒体呢 也很顽皮啊 也很naughty啊 就把他的8000多新币呢 跟他convert成那个马币 那么就变成大概23000啊 20多千啊 就是他一个月收入呢 20多千 那么根据我所知道啦 如果你要在新加坡送餐 你应该要 至少你要是PR 就拿到PR之后 你真的可以在新加坡呢 自己创业自己去送餐 那时候呢 一个月赚20多千马币啊 绝对秒杀 很多公司的CEO 薪水都没有这样高 manager就不用讲了 绝对被秒杀了 所以这个课题呢 很值得很值得 我们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为什么这个世界呢 改变了 所以 真的 那么当然他 可以做到这个 马币20多千的收入呢 哇 这个人也不简单啊 不是普通人啊 他很有策略 很有很有 账数 因为他是为了要破这个数据嘛 他就一个月上市一天 做到完 然后 一切一切呢 都安排到非常非常好 OK 就是他 整天他出来送餐 他没有一刻呢 是空闲的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概念啊 叫做那个 Optimize 那个最优化 真的你 如果没有受过 足够的教育程度啦 是不太了解 什么叫Optimize 最优化的 所以可以看见啊 在中国很多 其实出来送餐的 哎 你不要歧视他们啊 你叫他们来文凭给你看啊 Master啊 硕士啊 甚至还有 那个什么博士 啊 特空的时候都跑出来去送餐 赚点那个 那个什么博士啊 研究生啊 很多啊 啊 所以 他们懂得怎么去这样子Optimize的应用 所以他就上十一天付到完呢 他真的可以做到呢 一个月呢 哇 二十多千马兵 真的是佩服佩服啊 所以呢 我们讲呢 这个世界呢 已经被改变了 所以呢 我们要接受这个高科技呢 就是就是这样子啦 啊 当然每次高科技的东西出现呢 可能很多人很难去接受 但是这些 你看看 现在用这个互联网科技在赚钱的 单单讲送餐这个行业就好了 收入已经啊 哎呦 我们都佩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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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佩服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 谈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 啊就是一个大马已经开放国门了 然后很多人呢 又冲 又冲回去了 那个新加坡呢 去工作了 啊 所以人家问说 啊就是 他永远都是一个课题的 应该不应该去新加坡做 所以 没有办法 啊 只要 你是能够去新加坡做的 跟你讲太现实了 你看人家 送餐八千多块新加坡 换过来马币 二十多千 太现实了 没办法 啊 你如果你在马币 你在大马啦 你 真的你可以做到四千块 薪水的工作啊 啊 白领蓝领都好啦 你一个月 薪水四千 那么你更加应该去新加坡做 如果新加坡 也同样给你 四千新币的薪水呢 你带回马来西亚呢 三倍嘛 啊 十二千啊 十三千啊 就每个月 多了十千出来啊 哎 有些公司呢 包吃包住包睡啊 啊 除了女人没有包通通的包啊 啊 啊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 遇到这样好的那个 丢的话 是不是 不是 所以 变成你在大马呢 你所做的那个努力呢 同样付出努力 你在大马你照样你九点 跟我做到六点 但是你在新加坡也是九点 做到六点 但是收入呢 你看一个月可以跟你差 十千马币 所以东西太过现实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啊 其实 我们花点时间这样子讲出来呢 也是要给大家清楚 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 那个gaps啊 到底在那里啊 所以大马人民的财路 到底在那里 就是去找一个呢 好像类似新加坡 如果我们很幸运 我们啊 直接走路 走路都可以走到新加坡 你就可以获得这样的 那个给予 不必刷 坐飞机 十多个小时到英国 会转那个银半 哎 那个有点远啊 你看新加坡静静的 所以太过现实了 啊 所以呢 当然 对大家来讲呢 这个也是好事了 就是 趁大家呢 还能够去的时候呢 真的是应该呢 应该应该 给自己一个奋斗的机会 可能搞不好呢 你还有机会拿新加坡的PR 改天变成新加坡的公民 那么至于人家说 是不是在新加坡做公益下呢 你就要变成那个新加坡的公民 或者是居住在新加坡呢 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啦 除非你在新加坡高收入 你新加坡的薪水呢 超过3000 4000 5000 那你 转过去新加坡 你要知道 但你一旦变新加坡人之后呢 你的收入呢 就是 那个5000 你在新加坡赚5000 那么你就是5000的收入 但是你 但是你 这样子呢 你来做那个 这个hybrid的 这个来回的 你家庭在大马 你生活在大马 你在新加坡赚钱呢 你做这种hybrid的 hybrid人生呢 那个 一个月5000呢 convert过来15000 太现实了 ok 所以啊 大马呢 大马呢 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 但大马呢 不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 这个东西很现实 所以你在新加坡 赚了钱 回来大马用 你就每个礼拜可以来住阿娃医療跟你讲 哈哈 啊 但是你在 你在新加坡你真的 你就会发觉你收入变少了 啊 所以大马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 可以居住的地方 但是呢 大马呢很难赚钱 这个是大马呢 一定要改善的那个问题 这里大马薪水很低啊 你在大马 你马币4000 你就是一个马币4000 但是你做美金啊 你做4000美金 你在大马 哇 16000啊 啊 所以这个送长元呢 给我们的骑士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啊 大家可以 领悟到一些 就是有时候趁年轻的 啊 我们需要去改变一下我们的 那个 工作跟那个赚钱的模式 那么希望这期讲的 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 好啦 那么接下来 花一点点时间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个叫那个阿娃尼斯班 阿娃尼斯班 所以说 那么它属于那个阿娃尼集团 那个 当然它 我这一次路住呢 我感觉呢 它可能呢 以后它就要升级成 它他们集团里面最高的那个 阿南塔拉了 这次 它完成给的 阿南塔拉的 那个feel了 我也非常非常surprise 刚才他给的下午茶的那个分量 真的是不可思议 他真的要走向安南达达 那么现在是在借月呢 他是在借月的价钱呢 还是我们大马人呢 还住得了的价钱呢 所以估计因为他现在呢 大马已经打开国门了 他真的是拼了 他真的是拼到劲了 所以未来呢 这里一碗呢 肯定是四位数的 我这次呢 三位数啊 三位数罢了 三位数呢 还是包下午茶 包晚餐 三位数罢了 但是以后呢 那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他是一个四位数的价格啊 那么这个海外游客呢 强烈建议啊 因为这个resort呢 在这个吉隆坡国际机场的 很靠近罢了 所以你们可能是你们来 下机来到大马呢 第一站你们进来住一下 或者是最后一站 当你要离开大马的时候呢 过来住一个晚上到两个晚上 感受一下这个 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服务 所以呢 绝对绝对 值得大家的推荐啊 所以他现在他是阿娃尼的 估计呢 下一次呢 他要变那个阿南塔拉了 那个有观众讲说 哎我怎么这样喜欢出去玩啊 这样 哎 其实呢 不管你现在你赚什么钱啊 你赚马币 特别是你赚新币 赚美金赚什么都好 呃 出去走走看看世界呢 这个是必须的哈 也是一个家庭呢 更加更加 更加应该 要这样做的 OK 那么你看 刚才就讲了吗 电商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电商改变了我们的收入模式 所以 我们也不要再有那种 几十年前的想法 那个老一辈的人啊 你敢这样出去啊 哎 我婆婆知道我骂死了 跟你讲啊 哎 我婆婆的年代知道就骂死了 但是所以我们要改变了 因为 但你只有这样子 你每次每次 你都会去一些 呃 应该去的地方 去走走之后呢 你的人生 你才会有这样的动力嘛 你才会 去去 fight 这样的那个target嘛 好像我朋友上次讲说 哎 老婆讲啊 今天去Australia啊 够力 啊 哎 老婆当然一分钱没有出啦 你要你要出完那个钱啊 啊 他不拼啊 不拼啊 Australia的 Australia的钱跟新加坡钱一样的嘞 啊 所以 人生的目标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 所以 你有 所以你 多多出去走走呢 看看这个世界感受在这个磁场 这个Avani的磁场非常非常非常不错啊 他 估计以后就变Arandara了 以后呢 这里的收费呢 哈哈 我跟你讲啊 四位数了啊 一个晚上呢 四位数了 OK 所以 今天的课题就 大概先聊到这里啊 那么这个是 现在录制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多的时候 那个 早上日出 跟那个 傍晚之落呢 哎呀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呢 再给大家 看看一下 真的真的记得 现在价钱便宜 你一定要来一下这个大马的 Landmark大马的地标 你去过KLCC呢 你就应该来 这个Avani 要不然改天啊 他变Arandara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再住了啊 Arandara呢 一晚呢 两千啊 不是开玩笑啊 好了 这个课题呢 暂时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有 有机会呢 再给大家录制 我们下回再见